艾美時常都有點驚喜 這隻叫做奔圖系列的Diver 當然不是很貴的手錶 但造工 打磨各樣都挺漂亮 再加上一些襯色 它有黑殼、鋼殼 有些就配尼龍帶 有些就配一些 Natto式的皮帶 都是一隻挺好玩 一隻有多漂亮的手錶 42mm 大家看看玻璃的雙面不反光 做得真是不錯 有些品牌 例如我講一下鋼盆 就算是這麼貴 複製都很容易脫 可能它只是做內圈 內面的複製 是一個內置的內圈 調潛水的方式 現在有些手錶都是這樣 沒有用那些 傳統的內圈 外圈調校 襯色是黑襯橙 蠻鋼盆 我最主要覺得 它不是很貴的手錶 如果買一隻Diver 自動 其實在市場有些選擇 艾美 當日 一句 明日經典 當然 很難成為經典 不過 對我來說 它有些用古董機心 有Column View 例如Venice 175 或者自家的 Column View 我都覺得這是一個好錶 而且挺有特色 很多人想找二手 一手市場 就不太暢旺 但二手再加上 Depestation Value 就很划算 大家看到 這些手錶在香港 通常放在二手店 就馬上被人拿了 因為價錢實在挺親民的 好 多謝大家